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星期市況都相當不錯 如果大家持有新經濟股票 都會有不錯的回報 美股的納斯達克指數創新高 不過只是延續之前的升勢 而香港新的經濟股 科技股 特別是阿里巴巴 剛剛在香港上市的網易 和京東都一起創新高 另外之前就是美團點評 騰訊、小米和港交所 繼續延續的升勢 都是創了歷史新高 舊經濟股票 銀行股、地產的表現依然比較疲弱 都沒有什麼升過 另外很近我們的國內 A股指數也創了52週新高 星期三、四都爆升得很厲害 其實之前A股都處於一個相當強勢 特別這段時間升得更加厲害 所以做就了香港的股市 都一起帶動 加上一些新股 很多新股來香港上市 都做得相當不錯 一上市有些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好像叫施摩爾 就是電子煙的公司 還有一隻叫歐維斯康 類似有一隻 都是做一些眼科醫療平台 一天升了一倍幾 每手賺了一萬多元 而整體一些新股的表現都不錯 一般都有十多二十個巴士的升幅 所以令市場相當熱鬧 但是疫情的數字 突然間這幾天 香港就爆得很厲害 美國就繼續爆 其實有些投資者都會擔心 市場是否一個虛火 會否之後經濟因為疫情的問題 原本會比較放鬆一些消費、餐飲、旅遊 或者全球旅遊業 都可以看到出路有機會慢慢解封 但現在這個星期的狀況 令到大家擔心了很多 但是股市上不是反應得很多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我們不要太主觀去判斷股市 或者不要因為新聞好或壞 去決定買賣模式 反而就是最好都自己有一套系統 你喜歡長渣也好 買一些趨勢前景不錯的公司也好 或者可能你跟一些系統 去做一些交易 也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有紀律性 我們看看黃老師知識天地 在雪球裏面的組合表現 特別是強勢美股和強勢港股 我們上星期都再重溫一次選股系統 黃老師夢想基金 都是一個長渣的ETF組合 而強勢美股和強勢港股 上星期都是雙位數的 應該是十幾%的回報 港股上星期是14% 今個星期再升多了 是去到21.33% 美股強勢組合 上星期是16% 已經去到25.15% 所以都是創造了組合的新高 四個星期的時間升了兩成 黃老師夢想基金升了16% 我們看看其他模擬的組合 例如美股增長ETF 港股千里馬 我自己選擇一些個別股票去買 美股千里馬 其實都有雙位數字的升幅 還有在香港上市的十幾隻 新經濟股的ETF組合 都有差不多14%的升幅 都是短短四個星期 所以現在的投資氣氛 其實是相當刺激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系統去操作 什麼時候去割和青 什麼時候去止洩 其實都會令我們擔憂 或者會感到迷惘 好像我現在買了騰訊 400元 現在升到500多 那應該何去何從呢 所以這也是 為何會有強勢美股的投資系統 和強勢港股的投資系統 就是當他們符合了條件的時候 我們繼續持有 其實一個很核心的條件 其中一個是 股價仍然高於20天平均線 強勢美股組合的20隻 和強勢港股的20隻 其實上星期都是處於比較強勢的 就算有條件 仍然在20天平均線上 所以如果我們持有一些股票 這個純粹給大家參考 都升得比較多 那究竟應該何時去止賺呢 例如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比較熟悉的騰訊 騰訊 假設有些朋友 在4月份 我們看回 去到4月中 去買入的其實都是400元 如果它跌穿了某些位置 我們可能會考慮止賺或止善 我個人覺得 我們首先可以考慮用20天平均線 例如我們看看騰訊 星期五都有些調整 546.5 那它20天的平均線 即過往20天的收市平均線 是489.9 我們看到紫色這個 如果50天的平均線 就是450.238 以前也有些投資前輩 例如曹仁超先生 以故曹仁超先生 他就說 他會怎樣去止善或止賺呢 當一隻股票在高位上下跌15% 他一定會止賺或止善 如果我們看回 騰訊的20天線 我們系統都是用20天線去作標準 如果星期五低過的時候 我們下星期一就會把它換掉 騰訊的20天線 489 即是現在的現價下跌10% 如果是50天線 現價下跌17% 曹仁先生說的15% 另一個美國資深投資專家 Hans Lim系統的創辦人 William O'Neill 如果在高位下跌8% 其實也要考慮止賺或止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第一個模式 假設大家持有貨 什麼時候止賺呢 我覺得如果跌穿了20天平均線 可以選擇去止賺 或者先減少了一半 如果真的跌穿了 50天平均線都跌穿了 那就減少了 20天平均線是一個短期趨勢的變化 如果我們看好似騰訊 其實兩條線 50天又好20天都是向上的 20天是一個短期的變化 50天是一個中線的變化 如果跌穿了20天 代表短線開始變弱 如果跌穿了50天平均線 是中線開始走勢的變化 當然這是一個參考 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想持有長一點 不想這麼快跌下來便會沽 那你可以選擇50天平均線 譬如騰訊來說 由高位跌17% 你才去到止蝕 如果不斷升上去 我們就跟著平均線 就不斷設高了止蝕架 或者止賺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模式 沒所謂的 例如它是20天或者50天 大家可以例如 假設 我看看這裏有沒有加 叫moving average 例如20和25的中間 就是35天 我看看可不可以加35的平均線 都可以 先改一隻色 用黃色 我們可以 35天的平均線 就是462.74 462.74 我先計算一下 用計算機 546.5 減462.74 除了本金 546.5 由高位大約下跌15%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模式 雜候了兩條平均線 即是可以 20天又可以 或者50天又可以 或者35天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沒所謂 如果大家覺得 我不想跌這麼深鮮 20天 我覺得 都是一個不錯的模式 當然 我有一部分是長持 我不會理會這些上落 無所謂 只不過我覺得 當你長持 那些錢 可能過了幾年後 要用錢 那你快要接近用錢的時候 我就建議你轉回 比較保守一點的確認 即是 握現金的比例比較高 可能你本身是100% 應該這樣說 100%是握股票的 可能到時 如果是很接近 你要用錢 可能變成一半一半 甚至是更加保守的比例 這個你就自己去衡量了 如果我們看下星期 會是甚麼環境 我也不知道 就跟回組合的系統去做 所以 港股組合和美股組合 這20隻成份股 這個星期是沒有任何變動 因為全部都還在20天 50天和200天平均線以上 都是處於比較強勢 所以我們看回 就算星期五有些少調整 但整體都是強勢 因為NASDAQ 星期五還是正在升 所以我們會繼續拭目以待 如果到時 那些股票跌穿了某些支持位 在系統上 已經不符合系統持有的條件 就自動 我們就會剔走 去換馬第二隻 所以 當市場全部變成弱勢股的時候 我們就會全部 可能之前升的就止賺 或者一些虧的就止虧 再變成現金 等待另一批強勢股出現 這個原理就是這樣 大家想看看如何選股 就可以去到我 雪球裏面 有些簡介 就是怎樣選股血 或者看看上集 系統的運作模式 今天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疑問 有什麼想了解 都可以留言 或者留言 我都會希望出一些影片 或者有些很簡單的問題 我可能就會留言 去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我的影片 另外留言 分享給朋友 多謝各位繼續支持 我們下星期 這個組合更新再見 拜拜